這個東西就沒有 它沒有什麼所謂的鑒賞期 反正你下載錢給了就沒了 那因為台灣有這個法令 所以就告Google 而且好像罰了幾十萬塊 好像罰一百萬塊 那就變成說Google就在台灣的那個上面的APP上面 就把所有付費的通通拿掉 只剩免費的 所以你要找到付費的也沒辦法 而且你還不知道怎麼付費 那目前這個官司還在打 已經又上訴了 所以後來那個Google又提什麼訴願到經濟部去 結果經濟部馬上又怎麼樣 又判Google還是敗訴 還是要罰錢罰一百萬 可是Google可能還會再上訴 還上訴到哪裡 經濟部再上去的話就到行政院 繼續上訴 不過以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當然消費者 有些東西你可以試用 可是軟體這種東西怎麼試用呢 你用了不滿意之後 哎呀這個這個很多人不就試用之後呢 可能就就就就不付錢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寫APP的人也很辛苦啊 對那以後誰要寫APP 所以這個當然是需要檢討的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呢 為什麼我的手機呢 會越跑越慢 有沒有 就像說有些手機啊 可能是雙核的 可是奇怪為什麼越跑越慢還是 我的手機已經夠好了 為什麼越跑越慢 這個重點來了 其實是跟後面這個關鍵字有關係 RAN 那很多人還是搞不清楚 那個手那個比如說手機上面 支援手機上面也有RAN啊 可是這個RAN呢 跟電腦裡面有沒有RAN 有啊 那兩個一不一樣呢 一不一樣 對啊就一樣啊 所以為什麼會跑越慢呢 因為如果你的電腦如果載入太多了 比如說你又開什麼Word也是有PowerPoint 然後你又開什麼3D遊戲 你又開什麼RAN吃光光之後 你電腦會越跑越慢嗎 一樣的到底 那你要怎麼辦呢 把那個關掉之後有沒有 從記憶體裡面的清掉 自然你的RAN就增加之後 你跑起來就快了